你會推薦嗎 牌子不要不如老爸後悔的後承 那你用租金一個月一天三五千 去換一百萬划算嗎 但總划算 一百萬你買下去 你隔天換後悔 打八折 聊二十萬 你可以租幾天對不對 HONDA CR-V 哈囉大家好 很高興進來我的頻道 我是KUNCHOBA 今天很高興有一台HONDA CR-V的車主要來跟大家分享 其實車主分享這個概念 這個都是他們主觀的想法 那當然每個主觀的想法 有時候跟觀眾可能不一樣 就像他覺得是優點 可能到你這邊你覺得他是缺點 那所以我們頻道的用意是想說 把真實的車主使用情境分享給各位 那讓你去看說 是不是跟我的使用情境很類似 可能他有兩個小孩啊 那也有一隻狗 那他使用的空間 他的使用模式是這樣子 然後有產生了哪些優點跟缺點 那就是分享給觀眾朋友去參考 優點跟缺點啊 這個東西算是很主觀的 那觀眾們 你當然就是要用自己很客觀的想法跟看法 來看這個車主的分享 那不管車主分享是不是你喜歡的 當然也不要忘了給車主一個讚 願意出來分享 這個就已經很...我就是覺得很棒了啦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啊 別忘了給我們影片一個讚 然後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這個是我們影片繼續拍下去的動力 也是給我們最好的鼓勵 那廢話就不多說囉 就直接影片正式開始 就是很高興今天那個車主 鍾黃先生啊 來要分享他這一台CRV 然後是2019年1月簽的車 是 開到現在也將近兩年多快三年啊 對沒錯 那所以你里程大概跑多少了 8萬多 8萬多哦 哇那你算蠻常在跑的 有平均油耗的話 免疫桶有全部都記錄 四驅跟高速 12到13 應該是說高速 應該是高3-7分 四驅3高速7 當然每個人大家會都會說 開車系統不一樣啊 要什麼高速 你不可能能夠拿那個 四驅跟高速比啊這樣 對對對 當然我們這個跑8萬多 我相信在這個兩年多的車主 有參考性 應該是蠻有參考性的 對 而且我每桶油 每桶油都有做紀錄 如果以四驅你的感覺 大概油耗會多少 我實測過大概大概8到9 所以對你來講你覺得不好啦 而且也不是極彩極加速 都是一律都順勝的開 對 你的上一台是什麼車 WISH Toyota WISH 對 然後大概開多久 大概六七年吧 所以那時候你要換車 你的口袋名單你有去看過哪些車 跑了幾間HONDA的展間去看一下 所以你的意思是 就是當時要換車選定要有自動跟車系統的 然後HONDA這一台CRV 那時候剛好有那個 好像就只有這步有的樣子 印象中 其實應該也不只啦 2019年其實 KUKA早就有了嘛 KUKA的外型我不喜歡 你不喜歡啦 而且空間也超小的 對 KUKA的空間你覺得很小 其實CRV也不大 對 可是跟它相比起來 比它大一點 真的 能夠車型外觀體積可以做那麼大 然後內裝可以做那麼小 也不簡單啊 看車的口袋名單 其實就直接就選定 HONDA的CRV了 對對對 OK 應該這麼說 當時是想買HRV啦 又再去爬穩一些看一些 我才知道 原來這個叫跟車系統 所以後來才選定CRV這一台 那兩台你都有去試駕嗎 HRV沒有 光看到冷氣孔就快就 就要下車了 是啊沒錯 所以每個主觀喜歡 真的都是不一樣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購車過程 那開了將近三年八萬多公里 是 它大概有哪些優點 你覺得還不錯的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在路上在操控的時候 很輕鬆 甚至原地要回轉的時候 不用轉太多圈 對 你是覺得它打的幅度沒有那麼大 你一手很好操控 不是 應該就是說 我今天轉一圈 對 那我的Vios可能要轉一圈半 哦 那我插那半圈 我就可以少轉那幾項 了解 第二個的話就是整這個Land Watch 比如說我今天開翻熱燈的時候 右邊 右邊這一側 對 這邊有那個 比如說我今天開翻熱燈好了 對 後面就是我們右邊的視角 左邊是沒有的 哦 我當初也想說怎麼不設計左邊椅哦 快來看就想說 這應該有它的用意 因為你打左邊的時候 對 你會看這邊 可是你還要去往這邊看嗎 應該不會吧 有時候是習慣問題 就在旁邊的時候 我這邊會看不到 哦 所以我就裝這個 哈哈 這個的話 所以你要多裝一個 對 對 怕左邊死角就對了 對 一定要看左邊死角 所以原廠就只有右邊而已 對 然後如果打倒退檔 它就直接顯示後面 就這樣子 那個倒退是強制的 對 那是強制的 所以它有一個右邊的 所以你覺得 這個還不錯啦 這個還不錯 對 OK 好 然後 還有嗎 優點 自動煞停 也不能說自動煞停 應該是別的廠牌的autohull 就是煞車的時候 幫你hold住 對啦 就是你 很快 停的時候 它還在低檔 對 然後幫你停止 然後等到紅綠燈 變得你直接要踩加油 就出去了 對對 然後如果在斜坡 它也不會下來 是是 是是 對 有沒有叫 brankhole 對啊 每家都一定要 每家都不一樣 一定要不一樣 對 這才顯示自己的那個 就是brankhole 有這個功能你覺得還不錯 再來就是 跟車吧 再來就是它的 它可以跟到零 其實我覺得說 像我也知道說 有些比較品牌的 好像只跟到30 對 但我覺得 其實很多人都在說 哎呀 跟車系統 高速公路 跑100的 跑90 110 很好用 其實我 以我個人覺得 我是覺得說 它在走走停停塞車 才最好用的時候 因為 尤其你在走一下 停一下走一下 停一下 怕三拔 拿兩拔 拿兩拔 就是 就是說 時速 0到20 30 這種情況 最好用的 所以這一個系統 跟車系統 對你來講是還蠻實用的 第三個優點 然後再來 還有優點嗎 還有那麼多優點 我已經講那麼多優點了 對 你已經講三個了 沒優點了 好 那我來問你 你覺得它的組裝 你喜歡嗎 你是說品質嗎 對 就是內裝的橙色質感 你覺得就你來感覺 還可以啦 還可以 因為你只有看HRV 然後上一台是WISH 對 那你如果就這三台來看 當然是這台勝出 當然是一定的 那是一定的 那是一定的 OK 剛才有分享了一些優點 那車子沒有十全十美 有優點 那當然 一定會有缺點 是沒錯 那當然這個也是很主觀的 陸陸續續有發現哪些缺點產生嗎 油耗 第一個油耗 第二個油耗 第二個還是油耗 第三個還是油耗 有 真的是很油耗 所以你覺得它CVT沒有帶來省油就對了 CVT真的沒有 而且要動力沒動力 對 那你拿到說1.5啦 要有什麼動力 又有很多人趴我說 1.5多兇 能夠扒過什麼車 我別傻 你去扒扒看 別傻 OK 那再來 還有嗎 什麼缺點 它底盤隔音很差 玻璃也 很薄是不是 玻璃比較薄 我昨天摸的那一台福特的庫桿比較厚 它不是雙層玻璃 可是它比較厚 對 隔音是還不錯 對 所以你認為它的隔音 隔音真的很爛 沒有很好 對 沒錯 人家說 哎呀換輪胎就好了 所以你胎照也很大聲 你是原廠胎 當然是 當然換過的 那你還沒換過之前胎照會很大聲嗎 就是 就是原廠胎之後還是很大聲 但人家說 哎呀你要換胎就好了 這樣這樣 我換了這組 YOKOHAMA的AE61 對 四條輪胎不含圈 四條輪胎 兩萬八 對 好不好 應該還不錯吧 你大概跑一萬公里以後 對 又幾乎回到原廠胎的水準了 哎呀怎麼換輪胎就好了 別傻了 有跑這麼多的經驗 其實 這個人家說的 先天不足 後天又失調 呵呵呵 這台車是這樣子 隔音不好 然後又產生胎照 那室內組裝有異音嗎 還可以 因為有些人是說 這邊可能會有 哎這個不能懂 當初我 當初 換的會變這樣 見識太少了 都裝太多假喀夢了 好沒關係 所以這個這邊也沒異音 然後這邊 逼住也沒異音 沒有是沒有 所以你都沒有碰到 組裝有異音 那還不錯啦 起碼你在開車的時候 慢慢開的時候 或者是說 被胎照已經 蓋過去 對應該這麼說 過許啦 好 然後還有嗎 缺點 缺點喔 對 最吵會象徵 所以你最大的缺點 就是油耗 讓你很在意 油耗你肯吃草 你跑得快 你要多少吵 我都給你 我給你多少吵 可是你還是跑不到 那個速度 我還是沒辦法 哈哈哈哈 OK好 所以這是它的缺點 那我們就是最後一個階段 就是如果現在有 你的朋友 你的家人 包含觀眾 現在有在看這台車 是 你推不推薦這台車 基本上的話 如果說以一般需求 對 就是說 你懷疑人生的時候 你可以買 你就可以買這部車了 放棄人生的時候 就是說就是買Toyota嘛 像我另外一部Vios 我是放棄人生的 然後你懷疑人生的話 這部你還可以買 對 如果說你人生不懷疑的話 你或許可以不用 不用買這部 外面還有更多更好的車 你也可以再看 不過其實 這部車 老實說 如果說不要考慮到 我剛剛說的比較極端的 比如說看不看得到車尾燈 對 還是說油耗不要太 鳥摸的話 其實這部車 還是可以開的 對 不過 有 覺得說 有想要對油耗 還是動力有比較需求的話 建議 不要 展間要開 要試開以外 建議 去租車行 先去租車 所以你的意思 我當初就沒有租車 對 當初我買位置的時候 我有去租 對 那就是說 你要買這部車 要考慮 建議還是要 去租車 你寧可 今天老實說 這台車不匹很貴 對 國產車賣到一百 一百萬 對 那你今天 你花個租車費 你找 如果方便的話 最好是找平日 對 找平日可能累來三千塊 我前幾部車主 有一個女車主 開福特的Focus 他當時是先租車 好像去環島 對 然後回來才決定要買那一台 所以 像你講的 我覺得這種建議不錯 對啊 你先去租車 如果以市面上你租的到 就當然先去租租看 有些車種比較特別 可能不一定租得到 沒錯 那你用租金一個月 一天三五千 去換一百萬 好算嗎 當然好算 一百萬你買下去 你隔天 不能後悔 打八折 打八折 聊20萬 落地打八折 你可以租幾天對不對 對 那應該這樣問好了啦 因為剛才跟你聊過天 你小孩也長大了 你小孩也二十幾歲了 這樣比較直接 小孩現在要看車 他也看中跟你一模一樣的車 他現在展監 要帶你去買 你會讓他買這台嗎 你會推薦嗎 牌子不要不如老爸後悔的後塵 感到他很喜歡啊 其實 你怎麼跟他建議 我會建議他再去多看一些比較一下 會比較好一點 當然如果說他的取向不像我這樣子的話 對 那你可以買 還是可以 你可以買 可以買 可以買 對不對 然後只是說你口袋裝 輕輕 再多裝對一點 要去加油 對 好不然的話很快就沒油了 每個車主 這個都是他主觀的感覺 對 沒錯沒錯沒錯 好 所以我們今天真的很高興 來分享這台愛車 那 它的優點缺點 我們也是講得很清楚了啦 好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裡 我們就跟觀眾說拜拜囉 重點就是 如果說有後面 我的言論有導致 當然影響力我沒什麼影響力啊 就是說 可能如果說有些人覺得說 這個不公雲還怎麼樣 對 這不能請見諒 好 謝謝你 大概就這樣子囉 OKOK 拜拜 那個就是 因為 只要講 就跟我們講到這個 對 講優點啦 結果你講到缺點 沒有 現在是在講缺點啊 你現在開始要講缺點了 對 不是 不是 已經超過 所以那張質感最後的4就講完了 OK 我已經印記很多優點出來了 我們來 好 那就很尷尬 你不要上進來 我怕 我怕破壞的畫面